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 和文化的经典 中国文化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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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觉得香港这次反送中之前 和这个反送中出现香港的状况以后 对你本人对一国两制的看法 有没有区别 还说你一直认为一国两制 没有区别 我本来就知道 我本来就觉得不可行 你要开始 我就跟你讲 开始了 一国两制是因为 香港1997年 要收回中国 邓小平所设计出来的一种产物 那事实上呢 一国两制 本身隐含的一个 就是自由民主 与极权专制 是否可以并存 在这个事业上的问题 尤其是在同一国家里面 两种制度 是否可以并存的问题 那以我自己研究政治思想 民主政治 自由主义 民主化 比较政治 这样一个 专业角度来看 我一直认为 一国两制 不可行 他预认为 他预设的前提 是 一个国家 可以同时存在 两种制度 但是 成都 邓小平也讲过 维持50年不变 那我就要问了 那50年以后呢 到底是 中国走向民主化 还是香港被中国不走民主化的极权专制所完全统一 所以香港现在发生的反送中运动 我不觉得惊讶 用这个法治所维护的自由 人类历史上最悠久传统的法治 来保障维护香港的自由人权 那么 回归中国以后 刚开始 因为 中国也不希望 一国两制失败嘛 所以97年开始 我看自由之家的指标 当时 香港的自由 不仅没有倒退 甚至还更好 比回归前那种 摩擦冲突还更好 可是 随着中共 中国经济发展 越来越快速 那么 又是这几年 习近平主席上来以后呢 这个冲突呢 就越来越大 从当时 所谓的二二三条立法 到 雨伞运动 到 今年的反送中运动 事实上 这个冲突是 有机可循的 虽然有人告诉我 一个大陆的 学者朋友 到台湾来 前日到台湾来 告诉我说 香港的政商名流 媒体 实际警察 司法单位的 上层阶级 百分之八十都被中共 用统战收买了 或是企业 媒体也都插股 入股 收买了 百分之八十 才动手 这是他讲的 但是我的看法是 长期以来 我就提出这个 两个观点 第一个 香港的国际化 是非常彻底的 世界各国 很多人都在香港 生活活动 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 第二个 香港是 整个东方 不只华人世界 整个东方 最早接触西方 自由民主文明 洗礼的一群人 他比日本早 日本虽然明治维新 但日本的明治维新 要等到第二世界大战 彻底 彻底 失败 投降以后 在美国 麦克尔阿瑟的这种 美国政府 美国麦克尔阿瑟 他们帮忙 日本 扶持日本的 民主政治体制 才走向民主化 而香港 已经享有一百多年的 自由民主 人权的生活方式 虽然我刚才强调 民主的定义 如果是 选择自己统治者的话 香港是 没有资格叫民主 但它有资格 是一个自由的 港自由的社会 是自由人权 非常好的地方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 香港的法治 在反送中以前的法治 当然比台湾好太多了 包括我 1990年第一次到香港 到两三年前去香港 我都觉得它法治社会 包括它的公车专用到 高公车停靠 或者法治的素养 甚至于法官的训练 这方面都比台湾强多了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也是我 还没发生反送中以前 我已经 不断的体会到 香港 在中共收回 自己的领土以后 虽然实施 所谓一国两制 但是一国两制不可行 因为一国一定会压 压 两制 专制 一定会压民主 所以 专制一定会危害 自有人权的现状 所以 我早就提出这个观点 那就是 香港是中共 吞不下去的 深水炸弹 只是这个深水炸弹 突然在今年 从六月到 十一月 五六个月期间 全面爆发 虽然 看似平息的 我的感觉是 在中共大巨人的旁边 肚子旁边 炸了一个大洞 这是我的感谢情 我问一下 如果 现在还是执行 邓小平这样的路线 或者江泽民时期 如果 以他们这两代的 领导风格 以持续到现在的话 会不会 香港这个自由 还会 继续保持 就是北京不会太多干预 这样的话 香港的一国两制 岂不就算是 还可以成功吗 不可能 成功 因为 那只是厌此爆发而已 除了中国 愿意走向民主化 所以一国两制 都不可行的 增结在中共体制 要不要变化 一国两制不仅是 剥夺了香港人 拥有完整的自治的自由 它也剥夺了中国人民选择 自由民主制度的自由 一国两制 永远一国两制 或者五十年以后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五十年以后 那我们就要问 五十年以后 到底中国走向民主 还是香港变成极权专制 那今年二十二年发生了 那如果二十二年不发生 那中国也不民主化 那慢慢往后推 那五十年以后走来 所以它本质的冲突 还是一个制度的冲突 中国那么大 它经济发展那么快 那香港又荡丸之地 所以这个本质冲突 它只会缘返发生 那无法完全避免 除非中国民主化 如果按照它早期 他们讲说 反正他们当时讲五十年不变 他们讲说 那五十年以后 搞不好中国民主化 也不用再一国两制 那可以 有可能 除非这样子 问题是 但是中国在这几年 他们从早期讲说 我们会走民主化 因为条件还不足 现在条件不足 我以后会走民主化 这十几年前 我去中国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到那个学者 和主要观点 很多人都是持这个看法的 可是这几年改变了 我们中国 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 最大的民主国家了 甚至于我们是 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 我们这种民主是 过程的民主 我们是比西方还好 这就麻烦来了 我就要回顾 几年前 大概十年前左右吧 我到了北京大学 一个副教授 陪我进去见王岐石院长 国外学院王岐石院长 我就问他 我说中国现在 不走民主化 可能也因为觉得 经济发展还不够好 我们没有走民主化的条件 那我想问你的是 那中国未来 有没有可能走西方 政党竞争式的民主 很多人讲他民主 这个名字都政变不休了 其实我讲那句话 才是民主政治判决 非常重要的标准 因为民主政治判决的标准 就是人民 有没有权利 透过选票来选择 那国家的统治者 不管是总统 或者立法代表 总统制就是既选总统 又选国会议员 内阁制就是选举 像英国议会内阁制 就是选举了国会议员 同时决定的国家统治者是谁 因为英国有女王 日本有天皇 那都虚位 英国日本都是 人民透过选举国会议员 决定那国家总理是谁 在做统治 美国是同时选举国会议员 跟总统来实行的统治 而实行这个自由公平 公开的选举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媒介的载体 或运作机制 就是政党竞争 那我就问王岐石院长说 那中国为了有没有可能 走西方式的政党竞争 他说不可能 那我就问他 我就要进一步逼问他 我说那如果有北大学生说 我们不想留在共产党里面发展 我们想要组织其他政党 来跟共产党竞争怎么办 他说他会将那个学生 年轻人找过来说 年轻人 你不必反对共产党啊 你留在共产党 离别共产党会好好照顾你啊 结果我一走出来以后 同样陪我进去的那个副教授 他来台湾客座过 来台湾待过三个月访问学者 他马上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他不同意院长的观点 后来同样的话 我到下大去请教他们 有一个当时的副首长 也马上回答一句话 他说认为中国 不需要走政党竞争的民主的人 都是既得利益阶级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很高兴啊 可是十年发展以后 我2007年当首长 同时大量跟中国大陆做交流吧 12年以后 你看今年香港晚送中 所以我一点不觉得惊讶 因为中国现在是越走越专制嘛 包括这个所谓的集理领导 现在也不谈了嘛 什么九龙治水 其他常委现在都不谈 那么越来越专制 香港在这之前 香港的这个媒体自由 已经紧缩了嘛 香港的出版自由 现在到香港去 以前到香港那个机场 那个所有书店 什么样的书都有啊 现在也都紧缩了嘛 台湾华人 台湾中国民族运动的朋友 现在出版书都到台湾来出版的嘛 很少到香港去嘛 你又开放的老板也离开了嘛 现在都到纽约来了嘛 到美国来了嘛 那这个一些原来的媒体 甚至于我觉得 现在英国统治 甚至于香港的媒体 包括杂志 那个时候都引领 整个华人社会变迁的啦 比台湾还自由 比台湾还开放的 现在都一个一个都不见了嘛 没有那么空间嘛 有些人 有些这有理想的人 也都离开了香港了嘛 那现在 今年反送中 年轻人站出来 有一些人我比较惊讶 我没想到现在反送中的主体是 1997年以后出生的一大堆人啦 这点我倒是比较惊讶 但是又不觉得惊讶 那是英国所用法治培养 自由人权的那种精神的延续 在他们的后代延续 在他们后代觉得 想要保有这样的生活 所以自由民主 不是只有制度而已 它是有生活方式 是有价值观的维卫 的捍卫 捍卫了什么 捍卫就是台湾民主化以后 所争取到的 不再有政治犯 思想犯 良心犯 台湾人民 透过民主化 终于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那您对中国提的 台湾也是这种一国两制模式 它的具体内容 有没有基本的具体内容是吗 比如说保留现在的选举 保留现在的总统军队是吧 但是外交上没有 是 中共拿下香港十四一国两制 最想要捍捍就是给台湾 而且它要给台湾更好的条件 除了外交之外 保留军队 那么国防当然 保留军队国防也要跟中共配合 所以就不再不能当作敌人 那外交 它始终没有给台湾 那它要给台湾的比 给香港还更加的优惠 那么今年年初 习主席推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统一台湾方案 台湾现在正在选举 蓝绿两大政党都认为这不可行 韩国瑜阵营 国民党也都不接受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就是说 比方说现在香港人 他们的诉求 无大诉求里面有个双普选 是 实际上如果台湾实行 所有的一国两制的话 这个普选它是不能动的嘛 香港人认为 如果双普选具备的话 基本上它有真正的一国两制 这样的话台湾是不是 就不要太多顾虑呢 因为你有双普选 甚至有军队 非常好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香港是因为 法制维护了自由人权 在回到专制以后 无法确保 实际上他们想通过民主的双普选 双普选也就是真普选 来捍卫自由人权 所以香港是因为 没有普选 而找不到其他办法 所以他们想要争取普选 来捍卫他的 自由人权 那除了双普选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那就是司法独立 香港原来在英国统治的时候 某种程度 港英政府是非常尊重司法 独立裁判权的 英国政府基本上也不太会去干涉 司法来危害到香港人的自由人权的 可是在专制以后 他既没有普选 也没有司法独立 包括这次 香港法官先判定说 蒙面法违宪违法 结果中共的官员就开始强调说 这个他们讲的还不算数 人大可以释法 那这件事情 香港所没有 就是台湾都有的 第一个 台湾有主权维护我们自由人权 到目前为止 主权国家 还是维护保障自由人权最大的单位 台湾拥有 我们台湾一直都是用国家 拥有主权来保障维护自由人权 台湾人民的自由人权是透过国家来保护的 第二个 我们有双普选 来判定这个社会分老的时候 谁对谁错 不只双普选 而且是地方性质的县市长选举 跟中央层级的总统立法委员选举 来判定谁是谁非 2014年的太阳化雪印 可以平和的结束就在于 再吵在于民间跟政党 公民社会跟政党势力 都觉得告一段落 政治到一段落 然后呢我们留待 让选举来决定判定民意走向 那么两次判定民意走向 一个是2014的县市长选举 国民党大量失败 然后再到2016 总统立法院选举 国民党崩盘 因为立法院第一次民进党 拥有勾办数的歧视 就这个选举结果来说 在台湾跌破很多人眼睛 2013我去见到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李登辉前总统还跟我讲说 民主政治侃侃克克 不进来一步到位 他根本还不觉得 2016民党有机会当选 可是台湾民意变化这么快 因为我们有这个真正的 法宪政主义 我们有真正的选举 人民可以透过选票来决定统治者是谁 甚至于从2013的白山巨运动 到2014的太阳化学院 我已经发现 主导台湾社会的是 由下而上的公民社会 不再是政党主导 这个是中共统治之下的 连学者都看不懂的 因为民主化以后 民主化刚开始可能政党 由上而下推动了 但是民主运作一段时间以后 公民社会民间势力就抢在前面 换句话说 太阳化学院的前面的公民社会运动 的那个白山巨运动 就是红中文球被杀事件 我在台湾 我的第一次 我的学生就跟我讲说 他第一次想参加游戏 超越蓝绿 超越政党政治 超越政党的利益 到2014的时候 太阳化学院是民党跟着 太阳化学院走 当时还成立的实态力量 不只是民党 还扶持了一个实态力量出来 所以 太阳化学院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公民社会成熟了 由下而上的公民社会成熟了 那么这些东西 加上我刚才所讲的 台湾的大法官会议解释 是作为中级裁判的 而香港没有 香港以前有 在一国两制被同意以后 这个也失去了 所以有三样东西香港没有的 一个是台湾一直都有国家主权维护 第二个是我们有 这个直接普选 双普选 还有县市场的地方跟中央的 真正的选举来决定 这个民意走向 第三个 我们有 三级三成 四级到最后还要送给 大法官会议解释 来裁定社会的纷争 民主社会一定要 最后裁定的纷争 美国 我现在人在美国 我觉得美国建国先前 我的国父们 他们叫方丁法治4加S 他们所共同制定的美国宪法 加上后来的征修条款 以及宪政成长 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 政治设计跟政治发展 政治成长 性能成长 美国这种 properter的精神 也就是精雕细琢的精神 不只展现在他的建筑工艺上边 也展现在他的宪法上边 美国今天立国200多年 这么伟大 第二岁大长以后 到现在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就在他有一个精雕细琢的 美国三权分立 他们的最后的纷争 就在大吼公会解释 5比4就赢了 台湾这一方面就选美国 所以我讲这些 都是香港没有的 香港既没有主权 也没有双服选 现在连司法终审权 中共随主的剥夺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为什么发生 我不觉得惊讶 为什么 当前面香港人 透过自己的选票 选举出产生的立法代表的时候 只是因为宣誓 他们认为不符他规定 就把他剥夺了议员的资格 这个在自由民主国 他觉得不可思议 我早就提出这个观点了 你人家是选票选举上来的 你不符合你的宣誓 你最多只能说你补宣誓 你怎么可以 就把他DQ掉了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香港的年轻人受不了 我可以体会 当然受不了了嘛 他怎么觉得 我们选举的代表 谁也会被你拿掉 候选人资格 你要用政治审查 选上以后 你不高兴的人 你也用所谓的 不符合宣誓规定 就要剥夺掉他的议员资格 香港年轻人觉得 那我们的自由 因为我刚才讲过 自由民主 不是只有制度设置而已 他接着后面是一个 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 到底选择一个 只有福利的生活 还是选择 拥有自由的福利生活 如果只有福利没有自由 我的老师老师早就讲过了 是全国人民 像被换养的宠物一样 我进一步 更进一步诠释 就是那跟猪的生活 有什么两样 猪就想有福利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的话 福利会失去 对 这个更好 那个福利本身 它可能就是一个特权 没有自由的福利 变成少数人的特权